听一位学者讲起过他的求学经历 大学期间他争取到一个去俄罗斯学习的机会 但问题是他根本就不会俄语 而距离出发只剩下两个月 这位学者花钱请来俄语老师 每天上完课直奔老师家学习 几天后因为强度太大 老师表示吃不消了 这位学者把吃饭的钱省出一半 又找了一位老师 上午去这家 下午去另一家 晚上回自己家练口语 结果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就基本能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了 回忆这件事他感慨地说 如果当初没有狠狠逼自己一把 就没有现在的我 上尽心 人皆有之 但在困境中还能逼自己一把的勇气和智慧 难能可贵 有句话说得好 要想人钱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所谓的人生赢家 不过是一群曾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的人 这年头 很多人喜欢把佛系当作自己的标签 佛系青年 佛系生活 佛系备考 看似随遇而安 实际上是在逃避现实 贪图安逸 那些你混过的日子 总有一天会算到你头上 变成人生中的窘境 听过一个故事 北极熊和熊猫 曾经有着共同的祖先 但由于气候变化 种族内分成了两批 一批去了北极 一批来到了四川 出人意料的是 在极寒地区的熊 不仅没灭亡 反而发展壮大起来 倒是在温带的熊猫 变得好吃懒做 成为了宾威物种 动物是这样 人也是如此 所有的安逸中 都隐藏着陷阱 所有的安稳中 都暗含着危机 正如大松博文 在书中写的 人生的每一天 都在胜负中度过 一切都以竞争形式出现 每天都是为在竞争中取胜 或者至少不败 给对方而进行奋斗 因此若有一天懈怠 便要落后 要失败 人生就是这样严峻 之前 故宫售票员 集体失业的新闻 上了热搜 随着网络售票 在故宫全面实行 上百名售票员 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铁饭碗 时代抛弃你 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麦肯锡曾预测 到2030年时 世界上将有50%的工作岗位 将因人工智能而消失 这世上从来没有 一劳永逸的生活 只有不断进取的人 和不可替代的能力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你不奋力奔跑 就只能被人甩在身后 成为生活的loser 俗话说 水到绝境是风景 人到绝境是重生 绝境中有顺境里 不具备的挑战和机遇 被称为中国民营 重工第一人的梁吻根 在下海经商前 曾是国企的员工 有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出生农村的他 从小家境贫寒 能考上大学 并且拥有稳定的工作 算得上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所以 当梁吻根说 自己要辞去国企的工作 放弃城市户口 去创业时 遭到了一家人的反对 父亲甚至拿着扁担 要把他撵回单位 即便这样 梁吻根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不过 创业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梁吻根尝试了泛洋 营销白酒 生产玻璃纤维都以失败告终 在经历了整整三年的困顿后 他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时至今日 梁吻根创立的三一集团 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 如果没有当初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勇气 就不会有两万根今日涅槃重生后的辉煌 梁吻在速吕之网中写道 所谓万丈深渊 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如果你想攀越高山 首先要经历谷底的迷茫 如果你想欣赏日出 首先要忍受黑夜的漫长 朋友阿鑫曾跟我讲过他的经历 三年前他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自己辛辛苦苦做了半个月的项目 最后被数上了公司主管的名字 争吵过后 他被公司解雇 恰好这时 男友劈腿 房子合同到期 阿鑫感觉自己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少过去 一切就会慢慢变好 如今的阿鑫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他对我说 曾经那段日子确实令人绝望 但也正是他磨练了我的心智 帮我找到了更心仪的工作 遇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人在逆境中成长最快 在困难中收获最多 绝境像块磨刀石 帮你锻造属于自己的锋芒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延弃 绝境处 才是触底反弹的最佳时期 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概念 叫苦难守恒定律 一个人一生要吃的苦 总量是一定的 不会凭空消失 也不会无辜产生 他只会从一个阶段 转移到另一个阶段 或者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回到你身上 一个考试落榜 名落孙山的人 一定有过旷课逃学 上网游戏的快乐时光 一个入职无门 四处碰壁的人 一定有过无所事事 不思进取的闲暇岁月 一个身患重病 缠绵病榻的人 一定有过熬夜放纵 不知节制的潇洒经历 年轻的时候提前透支了 生命中的安逸 把辛苦都积攒到人生下半场 将来一定会悔不当初 有句话说得好 不要在该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不要在该奋斗的时候 碌碌无为 人生是一个重瓜得瓜 重痘得斗的过程 三十岁不如意 是你二十岁不努力 四十岁失意 是你三十岁 没抓住逆袭的机会 努力是具有时效性的 错过了播种的时节 就永远失去了机会 只能感叹一声 少壮不努力 老大吐伤悲 《家有儿女》中有一集 当刘欣看到别人多才多艺时 跟母亲刘梅抱怨 如果从小培养我 我也会弹钢琴 或者拉小提琴 或者吹小号 刘梅听后 委屈地说道 小时候给你抱这般那般 想让你学 你自己不学啊 这世上 没有人有义务 为你被荒废的时光买单 哪怕是父母至亲 不努力造成的后果 只能用自己来承担 《霸王别记》里有一句经典台词 人这一辈子 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成长的道路上 有人逼自己一把 推自己一下 是一种福分 但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好运 与其指望他人 不如自立自强 做自己的贵人 一位作家 在写给孩子的书中说道 孩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 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 而是因为 我希望你将来 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没有人天生喜欢吃苦 但是不逼自己一把 如何能苦尽甘来 又怎么能把握住人生的主动权 圣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沉 青春年少时逼自己一把 不负韶光和年华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月 事业有诚实 逼自己一把 才能借交借造 更进一步 山穷水尽 一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走投无路时 逼自己一把 转机 就在前方 逼自己一把 是智慧 是勇气 更是对人生负责到底的态度 朋友 如果你此刻 正处在人生的低谷 不妨再努力一次 逼自己一把 曙光 就在前方 公年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百灵鸟尔龙中 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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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继续